周六傍晚 蘆州三明路和中山一路 沿路都像這樣 神明繞境 鎮頭鎖到處 煙火爆竹四射 幾乎佔據整條路面 交通大打劫 民眾開檢舉電話 打爆分局 援警派員前往勸導 鎮頭卻包圍警察 甚至一群人歐踹援警 挑戰公權力 現場投人連開12槍 控制場面 但已經有兩名援警掛採 我發現我被推倒在地的時候 我有試圖去防護自己的頭部 但又怕自己的槍 就是槍枝遭槍走 然後又想到之前的那個事件 就是夜店的事件 然後我就很害怕 他是被揣傷的遠景 第一時間護著配槍就怕被搶 但囂張的陣頭對他歐踹 導致有輕微腦震盪 全身多處挫傷 住在花蓮的父親看到新聞 趕到台北 看到兒子傷成這樣眼眶泛紅 無性嚴謹 他立刻開槍 對空鳴槍 制止的時候 如果說他再晚一個一分鐘 或兩分鐘 在台北那個警察 刑警被打死的事件 或許會發生在我兒子身上 失控的場面 讓警卷聯想到 新一區夜店O4刑警案 就聽到槍響 回頭才發現我們學長 有開槍致死 不然的話可能 我們當時應該陳述的 學長們都會被那個陣頭淹沒 這名女警同樣執勤勸導工作 遭到推擠歐傷 目前有頭暈目眩的狀況 事況案件 幸好當時有員警對空連開12槍 不被質疑開槍時機 根據警協相關規定 避免變故騷動 或是危害 擾亂社會治安 或者員警生命身體自由裝備 遭到威脅 都可以使用警槍 竟然還說警察打人 然後簡直是作結喊抓賊 對於同仁依法使用警協 全力支持 分局長官立挺下屬 用槍時機一切合法 要捍衛員警執勤尊嚴以及安全 記者張凱亮 邵紫陽小組 新密室報導